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斯熊王的频道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 ig bilibili 还有discord 好在听听节 忧城再临的微信官方 公告了这次的绝学化神的 山内立的绝学 分别是燕志霞 念小倩跟宁采成 我们看一下念小倩的部分 那扶悬这一招呢 是进了冷却 是三挥合 那对方文类的时候有件事叫预谋跟 顾远啊增加顾远的状态 那 自身获得幽魂的buff 持续四个回合 那原本是没有顾远的 ok 然后二四的话 二四的话是增加集一一的部分 好这个是补充的多增加一个buff 好平音 平的话是 增加的部分是支撑气血大于等于80% 的时候呢 那可以代替这个 顾远一个有方承受法术攻击 那主动护卫提高两个 自身获得木鹰 那后面的是多的 并对两个方文类说 有方施加p2状态 那p2是免疫蜂脈 好 好那平音二四的话是 多增加了这个 预和的部分 在主动使用的时候增加预和 预和是气血恢复15% 好在攻击的招式是射魂福音 疑似 那对方文类所有敌人造成0.7倍的伤害之后呢 并施加乱神2 好那并使其处于冷却中的绝血 主动绝血冷却加3 那这自身三格内张开领域 那这个是大招了 那就是大招施加多次加这个乱神2的状态 那二四的话是 呃 在这个急魂阴域的领域之中呢 被动绝血会失效 那不可驱散 那 这是本来就有 那主动绝血射程会减1 主动绝血射程减1 就是那条线就是嗯 还好嗯真的还好 好逆裁成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赴其心1次 那 他是宋清明的 这边有增加啊 原本是 呃对战之前呢 自身两个范围内 友方主动发起对战之后 这优先攻击的时候呢 只在对战之前为其驱散一个 有害状态啊 这是新加的啊 那 并施加这个命运的效果啊 每回合每回合只能触发两次 那24的话呢 呃 并多施加的神瑞的部分 多施加神瑞的部分 哦在单亲隐身哦 那单亲隐身本来就是一个把 把队友传送到自身周围的一个招式哦 那恢复 范围内所有有方的气血之外呢 额外驱散一个debuff哦 并且施加 皮医甲跟神户1 那神户1是多的哦 那在二次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被动技能哦 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 诺孙周两个友方大于等于2 则驱散两个范围内 友方一个 有害状态哦 两个范围内的哦 也就是说 你把 原本担心隐身这一招只有10加皮匣甲 那现在呢 你升到二次的话 就是额外施加神户 然后呢 又可以再清除一个 多清除一个debuff哦 多清除一个debuff哦 这是1次的 讲错 这是1次 担心 担心隐身1次 那担心隐身二次的话 是你有携带这个招式的时候呢 你自己形状结束的时候 你升周两个 范围内的人 可以去上一个有害状态 也就是说 当你施 当你有二次的话 你逆踩成用这一招 传到 把队传到支撑周围之后 除了主动使用会驱散一个debuff之外呢 你逆踩成 像放完这一招结束 行动结束之后 又可以再额外驱散 一个有害状态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 那也是说你升到二次的话 除了这个主动使用 两个debuff 然后额外驱散这个被动 你被动技能触发 额外的是驱散一个有害状态哦 也就是说当你使用 单轻隐身二次 你一口气可以轻到三个debuff才对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哦 木则为育一试 变成凝行三个好 就这样哦 对对对对就这样 然后二次的话是在木春风的领域的时候呢 额外获得两个随机的友谊状态 原本是驱散两个debuff 然后现在要获得两个随机的友谊状态 哎也还可以啦 就还可以好 你验智翔啊 验智翔会不会起始回升呢 名神动一次 主动使用的时候传送到 三个范围内的一个指定空格 你或者在行动三个 那么自身两个内 好 这边是新加的 那么自身两个内存在三个以及 以上的敌人的时候呢 此自身两个范围内的敌方发生脑洞 若自身两个内存在三个敌人哦 ok 也就是说 你放完这招到敌人 敌人的时候 敌人的那个地方啊 敌人的地方 然后马上让生自身两个范围内的 敌人发生脑洞 就干扰地形啊 打pep好像可以用哦 好 再来是名神动的时候二次 主动使用自身获得三层的暴眼风 的buff 并传送到三格范围内的指定空格 ok 这一样 自身获得在行动三格并获得神速哦 持续两个回合 那自身两个内存在三个敌人 一样发生脑洞 那神速的话是遭受攻击对战中发动先攻 那先攻最多发动一次 遭受攻击对战之后呢 一圈内 存在敌人的时候则触发 并消耗一层的暴风眼 那 那我看一下 他就是那你 发动先冬啊 然后又增加三个三层的暴风眼 感觉你如果要练迷神节的话 一口气到二次会比较好 然后再次燕门 剑爵哈 这个 哎 燕门剑爵 好 这个燕门剑爵是 里面的侠中剑哦 这本来就有了 面膜剑新增 那小中剑呃 距离目标越近的 对距离越近的目标啊 暴击率会伤害会越高了 那之前应该是只有暴击率 然后像增加暴击伤害越高哦 然后最多提高30%至15% 15%到30%了 好 那小中剑呢 24是变0.6倍的伤害哦 那最多可以提到50% OK 那最少15%哦 然后其他一样 然后面膜剑的部分呢 哦哦 单点器终于有了 攻击单 格迪然1.5倍的伤害 那如果你期待爆破你的buff之后呢 对战之中呢 暴击率提高28% 哦 OK 还不错 这个是新的 面膜剑 然后24的话是 如果你击杀敌人之后呢 则这个绝血冷却时间减3 那如果你没有击杀敌人的话 则恢复5%气血 哎这个就好好多了 嗯 嗯 你3到24会蛮强 蛮强的 单点器会蛮强的 只是这个冷却时间不知道是多少 是4吗 不确定是4还是3 还没有血 如果是3的话 刚好7D是3的话 就直接直接重置了 直接重置了 你可以直接再打一次 下一回就可以再打一次 哎还不错 好那风能游泳的部分呢 先前穿刺到4个 呃作用范围4个哦 那 那对方文内所有定义到0.7倍伤害 造成伤害获得牵引或者 并且获得神速2哦 那神速2是遭受攻击 对当中放松先攻一样 然后如果一圈内存在敌人的话 则触发消耗一层爆风也的状态 然后这个是7D记哦 好 那二层的话是施加对对被暴击目标 施加麻痹的状态 此时两个回合 那麻痹状态是无法进行反击 哇这个好多了 麻痹是新的对不对 看起来是新的 好像只有 验尸侠才有哎 哇那个风雷勇跟那个 烈门剑爵这两个可以先点出来 哎是验尸侠起飞的吗 哎如果你被暴击 因为老说验尸侠 的 技能跟天赋 我记得暴击还蛮容易的 那你实际上暴击 就是两两个回合麻痹 也无法进行反击 哎其实还不错哎 其实真的还不错 如果你没有办法一口气打死他的话 他麻痹被麻痹之后 你再打他其实是 很好的一个战术哎 而且还两回合 哎 哎这是厌尸侠很有诚意哎 哈哈 反而这三只真的是厌尸侠最好哎 给的给的 效果是最好的 你其他都是增加一些 buff啊 debuff 或是驱战debuff的效果 厌尸侠真的是本次三星内应 三星内力的最大奖 难道要先跑片了吗 好了 那今天的3C技能的部分 就到这边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地面按钮跟铃铛 记得跟我的IGFB 推取BVD 还有几次GO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